一段十七年內 台東的米利瓣塗加純 BOTON 反平結論 無好庭念國Health 二黨議員的台東 政府用6.29英文 統計政府買到狀態 幾百六年 台東政府出席 真實廣告 就促成法背 文革塞斯奧夢 整求民間投資 來判理ROT 和米利瓣塗加純 本代替後的123件 的憲法 就做得用文革的名義 來做出雙利用 同樣有名的三言法 想要一段印象的高水 第十八項整理事情 從去行的地位 米利瓣塗加純 按照台東政府的廣告 要用文革塞斯的方式 ROT另外經驗 特別會創作 用文革做目的 掌聲鼓勵 主要投資上 營養的重量版面積 而作為批核 英文神態天然口罩 去壓力 而最後 本代的123件 憲法都做得拿來 幫助 必須要符合文革設施的項目 下面提供的住宿才可以 不可以以一般的旅館 提供的住宿 不過上年關係 米利瓣塗加純的 差距幾年也在13年 米利瓣 憲法的販品 發現最近 有些人都要販賣的 房子蓋在這邊 就地合法 狗屁 狗屁 稻造的事情 這樣 是典型的怪羊頭賣狗肉 它的文教設施 到時候還是以用延期宿舍的名義 會經營旅館 我覺得這是一個對司法判決 最不尊重 最惡劣的犯例 這次一通通 三內要可能 會有提供 三個販品的公民管制 同時高樓監製的檢查 同院政府三通通 一家案例當地 公開整個民間條紙業 院政府會上次來 審核確保共同建設的目的 下期希望請你們 多多